為了鞏固藍營在新北市的鐵票地區 助助姐今日來到永和參加敬老活動 黨主席朱立倫也一同現身挺住 並且針對王金平選黨主席之說 兩人說法一致 並且分別提出反駁 這個主席不是誰說的 是李登輝先生指定的嗎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自己的一定的作業的方式 是不是剛前面換了換助說 現在要換輪說嗎 李前總統的一些意見 我們都聽過很多 那至於未來很多的事情 明年的事情 我們先努力我們的選舉 我們的立委選舉總統大選 那至於李老先生我們的前輩長輩 他的一些意見我們批評也不好吧 從近期一份民調中顯示 洪秀柱的支持度領先送處於大約10%左右 但依舊落後給蔡英文 因此對這份民調洪秀柱表示 他的目標始終只有蔡英文 我向來都一直認為說 民調我們參考一下嘛 這個努力衝刺啊 畢竟前面還有蔡英文主席啊 我們還要努力的追趕啊 那我看到最明顯的是 這兩個禮拜 只要我們提出一些好的政策 民眾的反應就是正面的 針對一直反召球團停權事件 近日有媒體報導 指出球團是為了討好鄭文燦 而開除風差伊子凡 洪秀柱受訪時則回應 希望社會可以拿出多一點愛心與尊重 其實我們希望我們這個社會 多一點愛跟尊重啊 這三個女孩已經滿可憐了啊 所以我們真的一再要對於這個網路的霸凌了 表示非常的這個嚴正的抗議覺得很痛心 我們也尊重每個人有自由表達自己支持誰的這個權利 台灣情報記者鄭國強林昌宇台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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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